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女生被换人单手锁喉,那么一直相互推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呢,在街头格斗之中经常会遇到 那么无论是在校园中或者在街头格斗的时候 有人单手卡住你脖子,给你这么一直推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逃脱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明白了,被对方单手锁喉向后推 这个呢,是一个垂直向后的力 如果说我们这个没有得当的处理的话 马上就会被对方给推倒 那么后果呢,可能会不堪设想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制止对方的这种侵犯呢 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了 如果被对方掐着脖子向后推了 这个力呢,是一直向后的 那么你如果再向前顶的话,使劲向前顶 你的喉咙会遭受巨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你向后呢,那对方再稍微持点劲 你直接就趴下去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他这个力呢,把它让开 怎么让呢,我需要向左或者向右 也就是说垂直于这个力,我们才能够解脱掉他的锁喉 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记住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如果被对方掐脖子,锁喉这种招式了 第一点需要怎么办啊 你的下颗骨要尽可能的向你的胸墙上贴 尽可能的去贴 目的呢,就是减少对方手对你喉咙的一个压力 你不能说别人掐着你,你不那个向下贴 这样的话喉咙整个就暴露给对方了 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向下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啊 你向左或者向右去拍击对方的手 然后直接把对方的手把它拿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闪身出来了 注意啊,对方向后,向后这个力 无论他怎么样向后,我只需要看,过来 或者呢,我向我们这一次收紧,然后过来 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迅速的把他的手给打掉 那么你打掉之后呢,我们打掉 你可以打他的软肋,对吧 或者是扳他的头,直接把它放到,就都可以了 那么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可以快速逃跑了 喜欢的朋友呢,别忘了点赞和评论 我是武术教练小义 主页的专栏里面会有更多干货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咱们下回再见,拜拜